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七十一集 樊贤听了这个新奇物的话 缩在衣袖里的拳头微微一紧 脸上却依然是一片平静 温言应道 下官以为北齐眼下只是虚张声势 若他们真的还有再战之力 再战之心 也就不会这么急着派使团前来求和了 中官一向知道范大人失明颇胜 全明颇胜 加上这些日子又欣赏对方安静不争功 所以呢 对于他此刻的发言都有些期盼 但发现他也只能说出这样一个大路说法 不免有些失望 但在面子上 中官也不好如何 随口附和了几声 倒是新奇物想着 既然要卖对方人情 就干脆卖彻底一些 继继续温言问道 此话有理 只是两国交往 实则须知 须则实之 一国有如一人 某些时候 往往是被情绪所支配 所以不能全以道理推断 不知反复是 可有其他证据呀 他心里呢 倒确实希望 反显能够坚定 红卢寺总官的信念 范贤在心里 暗赞了一声 少卿大人这句 一国有如一人 想了一想 然后说道 关键是 那个庄莫涵 诸位大人也清楚 此人在天下世子心中的地位 如果北齐不是有心求和 断不会花大代价 请这位庄莫涵 随使团来京都 红卢寺主官 都是科举出身 当然知道 庄莫涵的大名 略一沉吟 发现还确实是这么回事 但是仅此一装 也不足以将谈判的方向 重新拉回原来的道路上 新奇物 皱眉道 如果能知道庄莫涵如何肯来 或许能有些帮助 监察院的暗宗里 写得清清楚楚 庄莫涵之所以肯来 一是北齐太后及皇帝 放地身段相求 二来是庄莫涵 此人像以凡间圣人自诩 想调解两国间的兵争 第三个理由呢 似乎是此人的私人原因 还没有查出来 樊贤虽然很鄙视这个 圣人的态度 但却不会轻视对方的名望 但此刻也不会当着重官的面 将这些原因说出来 这是轻声应导 如果能和他见上一面 或许能看出些端倪来 小主部摇摇头 有些无奈地说道 两国交往惯例 像这种人物 一般也只能在殿前 赐宴上才能见到 向我们红卢寺的官员去求见 对方如果不见 我们也没有办法 只是自取其辱罢了 忽然间 他眼睛一亮 说道 不过 范副使 如今诗名早已经传遍天下 以诗会有这个名头 相信庄默寒 不会拒绝 范贤一愣 心想 自己拢共 只抄了三首诗 其中还有两首 是弱弱写出来的 怎么就能扯到 这个诗名变天下呢 幸亏 心少轻摇着头 帮他解了围 庄默寒 此人呢 想来激傲 经诗文章 诗词歌府 皆是世间首选其人 怎会放下身段 见范副使呢 依我看来啊 此次北齐请他来 关键就是殿前赐宴的环节 想借他的名王 说懂陛下 众观心想 大概便是如此吧 当会议散后 范贤 亏了个空 将少卿大人 拉到一边 将自己 与弱弱耗费了整夜 整理出来的禁策 递了过去 新奇物 草草一翻 眼睛就亮了起来 全然没料到 范贤竟然能写出 这样的东西出来 里面虽然 市政颇有荒唐处 但细细分析起来 竟是直接指明了北齐目前的潮局 好 如此一来 我红炉寺谈判时就有底气了 只是 反复是 为何你先前不提 此时却私下于我呢 范贤看着上司狐疑的神色 微微一笑 说道 里面有些推断 未免荒谬了些 只是下官个人的意见 所以不敢当堂说出 只是私下 供少卿大人参考 新少卿 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就站在狼间细细越蓝 只是眉宇间 渐渐皱了起来 两久之后 他才轻声问道 范公子 这里面有许多事情 是朝廷都不知道的密心呢 范贤心中一灵 知道终究没能瞒过对方 但他的养气功夫 从这个丹州至京都 已经锻炼了十几年 则是面色不变 微笑着说道 下官有些事情 不变多言 围观知道 有一要旨 就是半个高深莫测 果不其然 新奇物不再追问 反而温和笑道 若此次谈判能进全功 我定要上书陛下 保你一个大大的功劳 范贤一笑 行李告退 新奇物看着他 消失在门厅中的青山背影 脸上枉然之色 一线即隐 他是太子晋人 自然知道 斯南伯爵范剑 手中掌握着一只属于 陛下私人的力量 但是这股力量 似乎从来没有在庆国的政治舞台 展现过风貌 难道 仅仅因为 范贤的缘故 范贤就敢去动用吗 他始终没有将范贤 与监察院联系起来 毕竟监察院 是陛下的私人特务机构 连皇子们都无法插手 更何况是一个大臣的私生子啊 坐在教子之中 新少卿称何陈思 叫停之后 他看着教外那面高高的诸宏观墙 心中陈思 看来自己向太子的敬言是正确的 对于范贾只能拉拢 不能打击 在东宫之中 始终有两派意见 与新奇物敌对的那派认为 既然斯南伯爵范家 与这个静王交好 如今又与宰相家联姻 静王世子是二皇子莫逆 而宰相大人也渐渐与东宫疏远 所以范家一定是二皇子那派 新少卿却坚决反对这种意见 因为在他看来 范贾根本不可能是一个 会随着静王宰相衣袖而动的普通大臣 重重慎功之中 新奇物老老实实地跪在书房门口 屁股翘得老高 幸亏有官府挡着 才不至于看着难看 起来吧 皇帝的声音在莲幕内响起 新奇物站起身来 双臂垂在身侧 不敢动弹丝毫 这书房他也来过几次了 但依然还是不能适应 此间天然而生的一股压迫感 两滴黄豆大小的汗珠 从他的鹅角滑落 不知道是因为夏末依然大热 还是紧张造成的 但他却不敢抹去 莲幕里响起翻阅纸张的声音 安静许久之后 皇帝才淡淡地问道 这条臣有理有据 很好 虽然北边那个做妈的 还是不肯安分 那就好 清家得替朕 抢嘴巴张大些 新奇物高声应道 是 陛下 您刚才听到的是 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云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皇帝的声音 忽然有些怪异 潘石郎的儿子 如今 在给你认父使 新奇物没有想到 陛下竟然也会对 范富使如此关心 额头上流的汗 又多了几滴 恭恭敬敬地应道 正是 皇帝似乎对这件事情 很感兴趣 啊 这范贤 朕让他在太常寺里 做邪律狼 你怎么 想到 调他去鸿炉寺了 虽然陛下的声音 依然温柔 但新奇物却紧张得 快要昏了 不敢有丝毫隐瞒 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前些日子 奉陛下旨意 在东宫讲学 曾与太子殿下 谈起此次 北齐来史一事 因为范贤与此事有关联 而且在经中 大有才名 今次 北齐使团里 有位装抹函 朝廷呢 接待方面 也要有位才子才合适啊 所以臣冒昧 提此建议 殿下就允了 连幕后的皇帝 很欣赏这位臣子的坦诚态度 他从来不怕朝廷里面 有人结党 但是这党 必须结在明处 这件事情 不为差错 朕当日就将此事 全权交你办理 即便是太子那里 你也不用请示 是 新奇物和太子的关系呢 从来没有想过 要隐瞒陛下 毕竟自己是陛下 当年指定的 东宫侍奉之人 皇帝又犯了一番 那卷宗 隐约可见 似乎眉头皱了起来 范贤做得如何呀 新奇物不敢贪功 老师应道 陛下此时所见卷宗 正是反复是 辛苦分息所得 分息所得 不知为何 皇帝的语气 变得有些恼怒 哼 真是越来越荒唐了 新奇物不知道 陛下是因为什么事情发怒 大感恐慌 好在此事呢 似乎与谈判一事 并没有太大关系 等他退出书房之后 皇帝陛下掀开帘幕 走了出来 那张不怒而微的脸上 此时除了一丝恼怒外 更多了一丝 无可奈何的苦笑 他吩咐身边的太监 传 陈平平入宫 太监柔顺领命而去 这位庆国的主人 全天下权力最大的中年男子 信部走出书房 站在皇宫行郎之下 看着天下那有些黯淡的月亮 唇角微翘 自言自语的说道 国之利器 不直接相助鸿炉寺 居然用来给小孩子做尽身之介 好你个陈平平啊 看来再不敲打敲打你 你是真要将镇那院子 双手送于那小孩子去玩了 皇帝是何许人也呀 从那份号称 范贤分析所得的卷宗里 一眼便瞧出来了 是监察院的影子 但看他表情 似乎并不如何生气 只是有些好笑 新奇物试图让太子拉拢范家 其实恰好迎合了 这位皇帝陛下的想法 东宫的倾向 终于展现了一些政治智慧 太子似乎有所长进 这个事实呢 让这位九五至尊 略微感到一些欣慰 此时 东宫之中 正在爆发一场激烈的争吵 争吵的双方 是红炉寺少卿新奇物 与宫中编撰郭宝坤 争吵的内容呢 自然离不开那位 叫做范贤的八品小官 看双方脸红脖子粗的模样 就知道先前吵的这个激烈程度 新奇物略带一丝蔑视 看了郭宝坤一眼 说道 做臣子的 要做正臣 我奉陛下旨意前来辅佐太子 便是要为太子谋千秋之大业 宣一时之良才 习绿郎范贤在经中向有才名 观其近日所为 知进退 有时才 而范家向来是皇室不二之臣 如此臣子 太子当然应该于尊接纳 且不可因为某些人物一时之气 便拒之门外 郭宝坤冷笑道 难道少卿大人以为 本官只是记恨那一泉之恨吗 你不要忘记 范府与靖王府的关系 还有那范贤 马上就要成为宰相大人的女婿 宰相最近走向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新奇物 直着脖子 说道 不清楚 我只知道 庆国只有一位陛下 庆国只有一位太子 任何想在朝廷里 人为划分派系的做法 都是极其愚蠢的 他不是一个空有壮志 却无遗迹的酸腐 当然知道 二皇子最近活了起来 但是在战略上 他依然认为 东宫没有必要 将二皇子当作对手 一旦如此 就会开启一扇危险的门 只要太子自己持身正 大义之前 根本没有什么敌人可言 坐在高丑的太子 叹了口气 他确实好色 也确实懦弱 但并不是一个蠢货 在他的内心深处也清楚 如果从大局角度出发 新少卿的看法 无疑是最正确的 但是 政治上向来是 你死我活的斗争 就算自己小心谨慎 谁又能担保那些斜瞇着眼 打凉皇位的两位哥哥 会不会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来呢 远前的局势 并没有到那一步 太子揉着太阳穴 有些烦恼的说道 本来 本宫乃一国储君 为朝廷储备人才 也是应有之意 至于皇兄那里 你们不要瞎说什么 那也太荒唐了 这就是皇宫中的无奈 明明你防我 我防你 但是口头上 却是谁也不能说什么 那范贤 郭宝坤仍然有些不死心 新奇物冷哼一声 说道 郭大人 我觉得您一直都错误 判断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太子好奇问道 包括你在内的很多官员 都因为范府与靖王府的关系 而将范贾归到二皇子一派 但是谁有证据能证明这一点呢 这一次 东宫减旨 给了范贤如此露脸的一个机会 如果范贾真如郭大人所说 只怕根本不敢接这个差事 新奇物继续冷冷地说道 最关键的地方是 范贤马上要成为宰相的女婿 郭大人以此判断 范贤不可能效忠太子 这实在是荒唐 有什么荒唐的 郭宝坤眼中闪出一丝阴狠 不论朝堂之上 还是暗处的消息 都已经表明 宰相大人已经与长公主决裂 正在试图逐渐脱离宫中的影响 身为一国宰相 理所当然不应受宫中人物操控 这话有些过头 新奇物醒过神来 向太子行礼告罪 太子无所谓的摇摇头 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新奇物又说道 郭大人先前说他正是问题所在 大家都知道 宰相大人与长公主决裂 这和东宫又有什么关系 难道这就意味着宰相大人不再效忠陛下 不再站在殿下这边吗 太子周眉道 可是 姑姑最近也很生宰相大人的气呀 殿下 殿下 恕臣放肆 却不可因为长公主的态度 而改变对宰相的态度啊 新奇物 不卑不亢地说道 太子眉头皱得更深了 可是 他欲言又止 郭宝坤趁着这个机会冷冷地说道 可是 宰相大人 如果还是如以前那般 为什么 最近朝会之后 都不像往日那般来东宫庆安 新奇物 极其自信地一笑 说道 臣未曾否认这点 殿下 眼下只是安排而已 还远远未到双方比拼实力的时候 真正聪明的臣子 自然会紧紧依着陛下 这就足以保持自己家族的长久 宰相大人也是如此 他眼下或许正在太子与二皇子之间摆动 但最终还是会听从陛下的旨意 而我们如果想让宰相大人 真正地站在我们这一边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 关键就在 范贤身上 宰相已经没有真正的儿子 范贤等若是临府的将来 如果我们能让范贤投成殿下 宰相的态度 自然也会转变 郭宝坤 却嗤之以鼻 靖王世子 与范贤的关系 你不要忘记了 你也不要忘记 前些天查出来的那人 是谁的属下 星期五冷漠地说道 那人刻意让范贤与殿下巧遇 自然是希望殿下记着前些日子的惆戏 羞辱范贤 以便让范贤真正投向他的阵营 好在殿下英明 自然是不会上这种小人的当 太子温和一笑 有些受用 若范贤真是他那派的 他何必再用这种伎俩 新起物接着又说道 我相信 以范贤的力量 一定能发现这件事情背后的隐情 如果真查出是那个人做的 范贤只怕会记恨在心 所以不用担心范贤目前的态度 太子有些心动 轻声说道 如果范贤还蒙在鼓里 上了那人的当 本宫也不妨可以告诉他 收了范贤 就等若收了范府和林府 京都里的两大势力 文官以及权贵 至少有一半的人 是看这两家的 而且数年之后 只怕连内裤 都是这个年轻后生在管 新起物对太子轻声说道 一个八品小官 能带给京都众人的 绝对不仅仅是棘首诗而已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我请不吝点赞